让我们有请卢台长光临 大家好 师父来看你们啊 师父很想念你们啊 主持人都没有啊 谢谢你们一直在弘法 好好地念经 好好的学佛 对不对啊 你们这里是第一场 你们没想到吧 没想到 你们要记住了 师父心中只有众生 你们这么努力地在弘法度人 你们就是未来的佛 先给你们加持 好好地念经 听得懂吗 好好地学佛 我告诉你们不管在哪里 只要心跟菩萨在一起 你就是心佛合一 大家听得懂吗 老妈妈不要怕头发白 我告诉你心中有佛了 长命百岁了 最主要不要生气 最主要不要难过 因为人间很多事情都是你料想不到的 所以到人间来只要你生出来 你就会吃很多的苦 会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最有智慧的人 那是想通想明白 开悟 那么这样的话 你心中才会释放出那些烦恼的气 所以你的正气浩然 所以师父要你们好好地接菩萨的气 那叫佛光之气 这里他们说了 很多的峰会场 很多的佛友都在 所以师父特别来看你们 你们 你们很有菩萨的境界 你看看看 你们把祖会场让给很多的海外佛友 你们待在这里 对不对啊 你们是一个菩萨 你们是很多的菩萨的行为 所以师父啊 就先来看你们这些未来的菩萨了 乐不乐啊 乐不乐 所以啊 好好地努力 学佛不是一天两天的 要恒心 要坚持 很多人啊 就是不能坚持 所以他的病就不会好 所以一个人心中要天天想得通 天天开悟 每一天都活在众生当中 你多照顾别人 为别人想 可能你就会越来越顺利 你整天为自己想 你就会越来越难过 我想不通啊 那为什么啊 这个为什么 那个为什么 有的时候就在为什么当中 你的时间就过了 就是在你想不通当中 你的生命就流失了 所以不能流失自己的生命 要好好地坚持 好好地努力 有多少人进了医院 就出不来了 你们今天还能学佛想通 你们还能帮着家人 这么得到加持 你们还能学佛念经 天天地为众生活着 你们不是未来佛是什么 不要吵架 不要争吵 要好好地放下心 在哪里都是一样 今天我们只要心跟菩萨在一起 只要好好地努力 师父告诉你们 你们功德无量 慈悲长久啊 好好努力 好吧 师父先来给你们接个气场 待会儿师父在主会场的话 你们也能感受到师父的气场的 好不好啊 你们说师父好不好啊 那么你们要不要学师父了 那么你们就好好地多慈悲别人 多多地把自己想通想明白 你们想想看 你们的烦恼多 还是师父的烦恼多啊 所以你们以后要想想 师父也有烦恼 所以我们要化烦恼为菩提 好好地努力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修心 你们都是好样的 你们在这里都有椅子吗 没椅子我也没办法 所以一个人要懂道理啊 一定要拿出自己的真心 佛心来修 任何的气欲啦 想不通啦 实际上跟自己过不去啊 你想不通不是自己难受啊 人家又没感觉的 所以不要去想不通 不要去生气 不要去难过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活在人家的思维当中 和行为当中 你们要好好地努力 不要去想太多 想想自己家里人 还有的人在生病 还有的人身体上还很不好 你们都希望给他们加持 那么你们为什么能够好了呢 因为你们已经在学佛了 已经在得到菩萨的加持了 所以你们会越来越好 所以要用自己的好去影响别人 那就叫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年 好不好啊 你们待会就在这里开始吧 师父离你们很近的啊 好吧 你们有本事呢 我告诉你们 你们有本事好好修心啊 师父你们做梦晚上都做得到的 做到过了 好好努力了 救人靠法身的 好不好啊 你们要学师父 要多慈悲 多帮助别人 多善良 你看看你们现在慈悲 让人家坐在那里 师父就到这里先看你们 先很重要的啊 先很重要是不是啊 好 让你们突然的感受到啊 师父来看你们 看这里还有一个老伯伯的 一只手一直在加持呢啊 好好努力啊 好好努力 好 师父休息一会儿时间不早的 马上上台了 好吧 感恩你们 再一次谢谢你们慈悲的付出 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 多度众生 在人间多一点菩萨 这个世界都多一点美丽 多一点慈悲啊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感谢卢台长简短的开示 好 待会儿再见 待会儿再见 请大家 好好学佛念经 好 待会儿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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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